数据采集 1. 键站 在基本测量屏中,按7号键站键进入键站菜单。 按1键进入用已知点设置侧站功能, 输入已知侧站点点名或输入任意不存在点号。 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不存在的点名。 按回车键确认。 输入侧站点坐标。 按回车键确认。 按回车键保存并返回到侧站输入界面。 如需要,输入移高、HI、按回车键确认。 按1键选择通过坐标定后式。 输入后式点点名或输入任意不存在点名。 进入输入后式点坐标界面。 输入后式点坐标。 按回车键确认。 回到后式点设置界面。 如果需要输入目标高、HT。 按回车确认。 按回车键完成设置。 程序将保存侧站数据与原始数据。 屏幕返回到测量界面。 2. 测量。 照准目标能镜中心。 按测量1开始测量。 通过按上下键,可以翻页来查看测量结果。 按显示键,也可以翻页查看测量结果。 笑词主持再讲解? 我四番键设唤。 词候的应该开筷和揉在比较快的单线外线外线。 duel?